第165集 童谣这时候也慢慢蹲下 最后扶在地上呜呜叫着 这声音有点奇怪 不像是警告 像是亲你爱抚的声音 他的动作也变得异常妩媚 冲着石鬼兽不断地抛着媚眼 这难道是狐狸精最擅长的媚祸术 哦 媚祸术 石鬼兽果然不简单 一眼便看透了童谣的伎俩 这让我心里已经 既然伎俩被人看穿还行得痛吗 可惜 我不吃你这套 石鬼兽说着朝着童谣大嘴 一张一个虚幻狮子头 朝他冲去 速度快得我还未喊出口 那大嘴已经咔嚓一声 咬在童谣背部 童谣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身子挣扎着却动弹不得 不 我发疯一样的弹着墨盒 但是对他根本没用 着急的我干脆将墨盒朝他扔了过去 石鬼兽这才跳到一边 咬着童谣的虚幻狮子头也消失了 而后我赶紧跪到童谣身边看他有没有事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根本不是童谣的真身 只见他的身子慢慢化成红色烟雾 然后朝着石鬼兽飘散而去 而真正的童谣拍了拍我的肩膀后说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他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 虽然不解 但我还是特别高兴 不管怎样只要他没事就好 随后童谣把我拉到他身后 说我现在没什么反抗力就躲到后面吧 不然他没法全身心的投入战斗 我摁了一声 这才乖乖地走到光圈边上 心想其实没了墨盒和指腹 我还是有反抗力的 那就是我的气功 不过想到以我那点灵气 即便气功攻击石鬼兽 应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至于童谣刚才的那个假身 化成红色烟雾之后 缓缓飘向石鬼兽 围绕在他的身边 石鬼兽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用鼻子来回嗅了酒 似乎觉得没什么危险 然后才又看向我们 说准备好了 我要来真的了 说完就缓缓向我们逼来 但是奇怪的是 他才走了两步 身子就抖动了一下 然后一下翻滚在地上打起了滚 并不断发出低吼声 仿佛有千万只虫子在咬他一样 而那些红色烟雾也围着他不断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石鬼兽也变得越来越疯狂 终于他抬着头张着嘴大叫一声 便一头栽倒在地 我动了 童谣这才笑了笑 转过身对我说还以为他有多厉害 也不过如此可真的就这样结束了 为什么这光圈还没消失呢 我转头看了一眼旁边还在闪耀的星光 问 童谣眉头一皱 赶紧转脸盯着石鬼兽 说不对 有诈 果然 那躺着的石鬼兽虽说不动了 但童谣放出的红色烟雾 也在慢慢被石鬼兽的鼻子吸收掉 片刻功夫 烟雾便没了 忽然 石鬼兽蹬得翻过身 朝着我俩就跳了过了 我叫了一声 一把将童谣推了开来 之后被扑来的石鬼兽一下子拍到 好大的力气 我觉得我的肋骨都要被他给拍断了 而且胳膊和左侧胸口处传来剧烈疼痛感 应该是被他的利爪伤到了 我倒地之后 石鬼兽并没有再向我发动攻击 而是一转身一扑一挠 就将童谣打翻在地 而后一张大嘴朝他咬去 好在童谣迅速用手扯住了他的嘴 勉强与他僵持着 这一幕已是吓得我浑身发了 我赶紧跑过去 想把石鬼兽踹开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更糟糕的是 他好像是在吸气 一股进风就朝着他的大嘴里涌去 童谣身上也浮现出一丝丝白烟 飘进了他的嘴 他在吸食白狐的灵气 我猛然打了一个机灵 赶紧跑到一旁捡起墨盒 然后跑到石鬼兽旁边 一下将墨盒从他口里捅了进去 他这才惨叫一声 跳到一边 这也有一根掉 FEM 绝法 受到髮盒 taste COSTA 愿